大口吃红萝卜 团团一周前食物到手 绝不离口 没想到这周食欲突然大幅下降 原定要在周二公开见课 临时喊咖 当然会觉得很难受 啤酒肚都不见 团团还是要顾到身体的健康 那我们还是祝他早日康复 特地制作加油看板为团团打气 因为原方发现团团连续两天 后肢无力协调性差 而且坐下时又后脚不易 伸出定位 起身也比以往迟钝 血压飙到195毫米水银 比10月平均都还高 幸好趴下刷牙等动作一切正常 体重的降低都还在我们的一个 可以接受的一个范围 今天也是到110.8公斤 这样的一个状态 原方早在9月就帮团团安排脑部MRI检查 发现有局部液化 坏死病变 原本稳定投药控制病情 就在公开露面前一天突然喊咖 万劫担心是否是癫痫后的并发症 目前都还是在继续控制他的高血压 抗癫痫的药物都还是有在持续的给予 比较难就是跟大家回报说 是不是这次发生腿软的问题 就是脑部的状况 未来还要加强近距离观察 并且密切追踪食欲指标 团团目前还是站至后场 粉丝们也都在集气团团恢复健康 早日与大家相见欢 近新闻刘佩婷 徐伟辰采访报导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